在丛林里遇到大猩猩该如何应对 千万不要想着和它打架 因为你根本没有赢的机会 猩猩们可是灵长类动物中的战力天花板 它们体型庞大 拥有爆发力强大的肌肉 就连任袁泰山 这样体格超棒的人类也不是对手 但是遇到这群所谓文明人的枪口 结局就不一样了 那就让我们从任袁泰山的身世 来开始本期的故事 19世纪末 刚果海域发生了一场海难 只有一家三口 侥幸逃到岸上 女人在这缺少医疗与食物的丛林中不幸离世 丈夫亲手将妻子埋葬 却遇到一群星星 他们对入侵者从不手软 除非对方示弱 显然 男人为了保护儿子 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惨被群殴致死 小泰山的哭声 引来了一只哺乳期的母星星 见到她如此可爱 顿时母爱泛滥 不顾族群的反对 毅然收养了小泰山 面对星妈的行为 星爸表示强烈的不满 认为收养人类小孩在身边 是个危险的决定 曾多次想把泰山赶出族群 还好星妈对其事如己出 疼爱有加 很快泰山长大成人 每当族群遇到危险 她都会挺身而出 连豹子都拿她没有办法 只能乖乖离去 直到有一天 泰山遇到了珍妮 她的人生彻底发生了改变 珍妮的父亲是位语言教授 在刚果交土著英语 一天 珍妮在丛林里捉迷藏 刚好遇到了人员泰山 第一次看到漂亮女孩的泰山十分好奇 用星星的方式和珍妮打招呼 鲁莽的行为让珍妮花容失色 尖叫声吓跑了泰山 珍妮一路追赶 不知不觉闯入了星星的地盘 星霸见到有人类入侵 瞬间暴怒 危机时刻泰山上演了一场英雄救美 自己也因此被打了半死 后来土著就吓了她 在珍妮的帮助下 泰山学会了说话 并回归了人类社会 两人也因爱走到了一起结为夫妻 原来自己的父亲曾是贵族 泰山便继承了她的爵位 过起了上流社会的生活 然而好景不长 一场危机正在酝酿 19世纪末 世界列强开始瓜分非洲 比利时国王为了扩张军队 派遣心腹大臣老罗 到矿产丰富的钢果寻找钻石 进入山谷 警觉的尚未顿赶前方藏有杀器 命令士兵进入战斗准备 随着一阵疯狂的火力压制 果然前方一群土著纷纷倒地 凭借手里的先进武器 军队大胆继续前进 他们怎么也想不到 这群土著竟然还会有敌深入 一瞬间 山谷四周出现大批敌人 无数只长矛 如雨点般从天而降 这回 老罗的队伍变成了瓮中之鳖 士兵们拼命抵抗 一个个相继战死 最终只剩下老罗一人 一大群土著把他团团围住 老罗仍不想放弃 妄想做困兽之斗 这时土著首领黑豹出现 他知道老罗等人来此的目的 表示只要把泰山带到这里 这里的钻石都是他的 原来在当年 黑豹的儿子在成人礼上 射杀了泰山的星马 当他听到呼救声赶来的时候 星马已经不行了 愤怒的泰山立刻带领星星们 展开了复仇行动 参加偷袭的土著人全部被杀 其中也包括黑豹的儿子 回来后 老罗把这件事上报给国王 首相等大臣找到泰山 让他回到非洲以皇家的身份考察 但是他直接就给拒绝了 美国大使局长追了上来 他怀疑 比利时国王在刚果大搞奴隶制度 掠夺那里的钻石 等贵重物品 听到这里 泰山不由地担心起丛林里的老朋友 于是便答应下来 珍妮听到这个消息显得非常兴奋 自从上次离开 已经有几年没见到刚果的老朋友了 到了出发的这天 老罗在港口安排好了一切 想趁机控制住他们 但是泰山等人 压根就没有打算坐船 已经提前来到了非洲 在大草原上与狮群 以独特的方式打起了招呼 屠住部落间阔别已久的泰山回来了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 晚上还举行了盛大的篝火晚会 没有想到 夜里老罗悄悄带人发动了偷袭 抓住了部落里的所有人 酋长也因此不幸命丧当场 泰山拼命反抗 可惜还是寡不敌众 反被花式捆绑起来 老罗烧掉土著草房 准备把人带走 这时 一个神秘枪手半路杀了出来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局长 没有想到 他的枪法如此出神入化 一枪一个 最终就下了泰山 其他人被绑上了船 珍妮在手 老罗丝毫不慌 他相信泰山不会放任不管 老罗的船只逆流而上 速度不会很快 泰山计划穿越丛林追赶 他与土著从小就在这里长大 在林中穿梭自如 局长拼了老命 好不容易跟上节奏 然而前面的悬崖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接下来众人的操作 更是让他目瞪口呆 碰巧一列火车从树下经过 人员泰山的招牌场面上演 不同的是他的身上还背着一个男人 一行人从天而降 踹飞外围哨兵 精准落在火车上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 这里关押着满满的黑人奴隶 同时车厢里 还有一大群的士兵 泰山的突然现身 一时间让所有人不知所措 以他的身手 痛扁这些战武渣 简直不用吹灰之力 唯一不服的军官 惨被一脚踹下了火车 据车上的工程师透露 老罗正在续谋一个惊天阴谋 他要用车上的这些黑人奴隶修建桥梁 一旦完工 他的两万雇佣兵就可以长驱直入 到时他就可以奴役所有土著 为他开采钻石 火车停下后 土著兄弟为他们送行 穿过这片鸵鸟草原 前方就是大猩猩的领地 泰山劝局长最好不要开枪 因为猩猩们会将他撕成碎片 看来今天要想从这里过 非得打上一架了 由于几年前 泰山离开了族群 回归了人类社会 猩猩们便是他为叛徒 领头的这只就是星妈的儿子 泰山曾经的好兄弟 以人类的体格 无论如何也不是星星的对手 正当星星们为胜利而欢呼时 泰山发起了偷袭 显然这老六行为 彻底把他激怒 狠狠给泰山咬伤一口 使食物者为俊杰 局长为了活命只能假装屈服 另一边的船上 珍妮用土著与商讨逃跑计划 因此激怒了雇佣兵 直接将铁龙放入水中 珍妮见朋友有生命危险 跳入水中打开了铁龙 领地一时强烈的河马 立即发动了攻击 好在最后一刻 两人成功逃到岸上 珍妮让酋长儿子回去找人帮忙 自己引开追兵 不知不觉中 他闯进星星的地盘 老罗也带兵追了上来 为了保护星群免遭伤害 珍妮答应跟着老罗走 偏偏在这个时候 一个雇佣兵忍不住来了一发神助攻 打中了一只大星星 一场大战随即展开 面对人类的先进武器 星星们吃了大亏 丛林中的枪声引起了泰山的注意 使出拿手绝活迅速向战场赶去 这时雇佣兵准备向星星首领开枪 危机时刻 泰山一把将他推开 在他们的合力之下 很快便结束了战斗 兄弟也因此兵士前嫌 星星们再次接受了泰山 而老罗已经带着珍妮 来到了黑豹的地盘 泰山随后赶到 黑豹带着众小弟已经在这里恭候多时 双方一个为了星妈 一个为了死去的儿子 两人一言不合便开始的单挑 趁着两人打得不可开交 狡猾的老罗已经把所有的钻石装上船 带着珍妮离开 黑豹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不管泰山怎么解释老罗的阴谋 他都置之不理 毕竟他们部落拥有大量的钻石 老罗肯定会将他们赶尽杀绝 这时星星兄弟们也赶来帮场 继而与黑豹部落对质起来 局长进一步叙述老罗等人的累累罪行 最终黑豹选择放弃仇恨 让他们离开 另一边的码头上 得到钻石的老罗已经招募了上千士兵 仅凭他们几人根本不可能打胜 别忘了泰山可是丛林之王 在狮子王与星星们的帮助下 不计其数的脚马如潮水一般冲向营地 士兵们哪里见过这阵势 一个个无心应战 到处玩命逃窜 在众多动物朋友的帮助下 泰山趁乱就下了心爱的珍妮 老罗见大事已去 把那箱钻石搬到船上迅速撤离 局长在岸边 发现一架弹药充足的重机枪 随着一顿火力宣泄 老罗的船被打得千疮百孔 瞬间变成了水上马蜂窝 泰山登上船 准备把这箱钻石带走 在暗处的老罗突然出现发起了偷袭 泰山召唤来一群鳄鱼 一脚将老罗踹入水中 让鳄鱼将这个卑鄙小人撕成了碎片 这时 船上的蒸汽机因压力过大 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一整箱钻石 随着支离破碎的船体沉入水中 实属是太可惜了 非洲土著见到这一幕 无不欢呼雀跃 局长掌握了大量证据后 把比利时政府 以奴役刚果人民的罪名 告上了国际法庭 一年后 泰山与珍妮的儿子出生了 泰山最终放弃了爵位 决定留下继续做他的丛林之王 与他的星星兄弟们 永远守护这片神奇的土地